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名音乐人李昆成和小自己四世的妻子林静恩 就是最旗帜鲜明的案例了 两人在一起八年 算是在娱乐圈李爷孙恋的楷模了 只不过就在近日 李昆成和林静恩的感情受到了严重的考验 原来李昆成前段时间受了伤 腿也是无法行走 只能靠主管才能出门 很多活动都无法接了此外 他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卖自己保存的黑胶唱片 但是八年时间下来 能卖的基本都卖掉了 只不过两人每月的开销需要十几万台币 再加上林静恩已经怀孕 未来可能还有小孩 这么大的经济压力可想而知万般无奈之下 林静恩只好向自己的家人借钱求助 但没想到的是 父亲根本不卖自己女儿的面子 直言没钱 即便有钱 也不会借并且临父还称 如果没有钱的话 可以当东西卖钱 让李昆成不要打自己家族财产的主意 估计是嫁了这么个糟老头子让 让父亲的家族颜面无光 这次终于灰溜溜地回来 还是借钱 更是让女方家人感到愤慨 林静恩的父亲直接称 根本就不认林静恩这个女儿了 让她爱去哪里就去哪里其实 老少恋和爷孙恋最怕的就是这点 毕竟男方年纪大了 在体力上 生活上 肯定没办法照顾女方 如果再没有经济能力 那不完全就是让女方当保姆照顾自己吗 这和女方嫁过来的初衷 估计有天壤之别了吧当然 如果李昆成不受伤的话 估计问题还不是很大 毕竟她今年才64岁 身体也还算硬朗 干到70岁 攒点养老前还是没问题的 但正所谓天有不测之风云 这一受伤给家庭算是带来了巨变 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陡然增大 女方肯定也会心生不满 所以说对于很多女孩们来说 如果想嫁给一个爷爷辈的人 一定要想清楚自己图的是什么 如果单单是为了钱 那真是太不可举了 毕竟婚姻还是 一定要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 如果光是贪慕人家的财产 那到头来 可千万不要竹篮 打水一场空啊 and 她走了她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